七所科大 四所技術學院 六所專科學校 來接受中和評鑑跟七所評鑑 那這一次整體的五所科大的 跟兩所技術學院的校務評鑑是全數通過 全數通過 那在我們科大跟技術學院 其實從我們這新的一個週期開始 就由等地制轉為認可制 跟一般大學的一個認可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我們希望藉由學校在品質強化為導向的認可機制的 這樣的評鑑下 我們來激發學校自我改進的動力跟持續的一個精進 學院的視覺傳達系是 這一次唯一在我們所有評鑑裡面 應該說專科類啦 唯一沒有通過的一個系 那主要是他在課程私資等等的這樣的規劃上 那其實上一次的評鑑委員就給予一些的建議 那在這一次評鑑還是沒有看到學校有的一些長足的一些進步跟改善 所以這一次還是被評為未通過 對 長短暫、對 溝通 Ivan 對 菁 Bye